经历了种种的跳票之后 福音战士的最后一部曲上版 终章终于定打了 就在2020年的1月23日 没有拖到奥运会 香香和珍稀波都有了 全新设计的白色战斗服 八号机除了 β零式战斗型态之外 好像还有其他的新型态登场 比重点越来越近软 初号机还会重新出现吗 在此弹幕许愿 希望国内可以同步上映 给热爱EVA的粉丝一个完美的结局 欢迎收看才不是玩具呢 我是天天 又到了百看不腻的EVA主题节目 看节目之前 咱们先三连啊 同志们三连啊 今年是EVA的电影年 很多的玩具们呢 都在真相推出相关的周围模型 打算借IP最后的绽放 来一波大收割 但是一直以来呢 我们也有一个遗憾 众所周知啊 EVA的全部集体加起来呢 其实并不多 从零号机开始算呢 目前也就十几台 而且这其中呢 大部分还是同模幻色的 即便如此 很少有品牌 把EVA的系列模型出完整 如果有粉丝 想全部收集一套EVA的集体 除了卖像不怎么好看的海洋汤之外呢 想想也就只有 自己做了 这不 有位朋友 作为EVA的死忠粉 不仅想了 还真的干了 我桌子上这些EVA模型呢 来自一位叫做不可思议猫的热心观众 我在今年的WF2020上遇到他 这些都是他和朋友们自己做的 我说的这个做的意思啊 可不仅仅是买了拼装模型 自己做自己涂装 这里面绝大多数都是他们自己建模 自己3D打印 自己涂装的 请允许我献上膝盖 这些模型的素体呢 来自于兽屋的EVA模型系列 如果单从还原这一点来说啊 兽屋的拼装EVA可以完全秒下 万代的版本 选择用这个系列作为素体打磨喷涂 重新制作的话 还是相当不错的 我们先从他做的这个初号机聊起吧 这个初号机呢 据他所说是开天配色的 对的 就是按照开天工作室做的 舞蹈作战的雕像 而特地调制的颜色 紫色呢更加浑厚 绿色看起来比较浓郁 搭配起来视觉效果非常的不错 不夸张的说啊 这是我见过最棒的初号机配色了 我们可以拿这一台肉部的魂版本呢 对比一下 可以看到 瘦屋的身形比例啊 还是比脸魂版呢 要舒服很多的 主要体现在头部尺寸和腿部的比例上 我们再来拿Mafix的初号机 决心版来对比一下 可以看出啊 Mafix的身材相对来说更高挑 腿也要更长一些 你更喜欢哪种版本呢 把你的答案打在弹幕上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台 是夜战版的初号机 它的配色呢要更暗一点 还原来初号机第一次登场的样子 在紫光灯的照片下呢 你会发现它们绿色的漆面呢 还有一定的荧光效果 而且非常的亮 特别的好看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看二号机吧 二号机是新剧场版里 机设改动最大的机体了 头部呢 由之前光秃秃的造型呢 改多了两个角 还有身上线条的配色 加入了很多白色的元素 你是更喜欢有角的二号机 还是更喜欢秃顶的二号机呢 林波女神的两台机体 零号机和马克9 大神还在做 我这里呢没有拿到 希望以后呢 可以一睹真容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看三号机 三号机在TV版里面呢 是林源东智驾驶的 结果呢 被傀儡系统操纵的初号机 干得够呛 剧场版里呢 驾驶员换成了明日香 结局更惨了 看这个三号机 红白黑的配色啊 就知道这台机体 并不简单 作者呢 是做了两个版本的 给到我 一个是EVA版本的 手臂呢 还是比较正常的模式 另外一个呢 是被使徒附身的 使徒化版本了 长胳膊挺吓人啊 我们可以和初号机器 摆出一个 掐死初号机的姿势来看看 初号机怒 三号机威 大多数人呢 应该对四号机 没啥印象啊 可能大家都觉得 压根没四号机吧 其实是有的啊 只不过是 没在动画里出现过罢了 四号机呢 是隶属于 北美的Nerv织布 长得和三号机 几乎一模一样 只是换了个颜色 哎呀 真的是连头雕的懒得设计了 真希波在剧场版 破开始的时候 驾驶的五号机 作者呢 也在制作当中 目前看来 建模的工作呢 是进行的差不多了 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隆重欢迎 六号机 六号机的驾驶员呢 是朱勋啊 真似的男朋友 其实在第一部剧场版 续的结尾呢 朱勋就抢先登场了 就好像是漫威电影片尾中 彩蛋里老师出现灭霸一样 在各种的衬托下呢 让这个角色神秘感十足 我们来仔细看看 六号机的设计啊 六号机的头雕呢 其实跟初号机长得很像 身体呢 则是二号机的那种 通用款式 肩破拘束器很特别啊 像是这个塑料 受热 烤变形了一样 因为诞生自月球 所以它的配色 多多少少 还有一种月球的感觉 搭配的这把卡西乌斯之枪 真的是帅气逼人啊 八号机 我们上个月刚介绍过 八号机 β临时战斗形态 这台八号机 还原的是 α形态 今年万代的RG呢 也出了这个形态的八号机 作者调配的这个粉色啊 看上去非常好吃的样子 实际的观感呢 比设定要更浅一些 是那种奶粉奶粉的效果 其实呢 在我看来 已经做的足够好了 但是作者还谦虚的表示 这是他做的最差的一台吧 大家觉得呢 然后就是13号机了 这台机体呢 是由真四和朱军 两个人共同驾驶的 乍一看呢 和初号机很相似 但其实处处都不一样 我手上这一台呢 是13号机的神话形态 登场于剧场版第三部 Q的结尾部分 是这个13号机 觉醒之后的形态 这台呢 其实作者寄给我的时候 出了一些小插曲 它本身呢 是有两个长长的 肩部拒束器的 但是 作者寄给我的时候 遗失了 不知道是不是 快递扫描的时候 以为是个凶器 就给拿出来了 这台机体表面的涂装呢 非常漂亮 作者用了一种 渐变的白色来涂装 不同角度观看 还可以反射出不同的颜色 非常非常漂亮 当然 你还可以换上替换的胸甲 还原出四个手臂的形态 搭配两把巨大的朗枪 朋友们请把帅打在公屏上 13号机的雪纷大口 以及同样是雪红色两对眼睛 也刻画的十分细致 手艺人 这么多艾瓦机体 你最喜欢的是哪一台呢 把你的答案打在弹幕上吧 上一部剧场版Q 上映于2012年 谁也没曾想过 这一等就是八年 这八年间 我从学生仔 变成了油腻大叔 从单身狗 到组建了自己的家庭 我一直在等痞子来填坑 在每年都会照例刷存在感的 八卦新闻中 找寻剧情的走向 而当这一刻真的要到来的时候 我又莫名其妙地感伤了 但是 这一代的故事总要结束 新的故事总会开始 火影忍者的一波 由名人传给了儿子博人 就连全叶叉的新片章 得由同微半腰的女儿叶叉机开启 在经历过几次冲击 身在末世中的他们 未来的某一刻 或许会有新的继任者 来开启新的篇章吧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感谢提供给模型 给我做视频的朋友 也感谢这一桌子上 所有模型的作者们 这里是才不是玩具呢 我们下周再见吧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